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繼續回來 包包樓是甚麼來的 其實在十九世紀之前 很久是甜酒來的 是不是很害怕呢 其實如果說回葡萄的生長來講 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我們說 很多時候你見到表面有些粉粉的 即是那些葡萄 在歐洲稱之為一些Noble 其實通常附有這些 那些葡萄 其實那個residute sugar level 是可以很高的 那residute sugar level 高的時候 那些葡萄可以做甜酒 所以 Rabbiolo能夠在十九世紀中之前 令到Barolo成為一個甜酒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事 他也是意大利第一個走區 可以得到DOCG 其實大部分 略物一講都講 其實意大利又好 我們經常都說法國 法國就AOC 意大利有兩個級別 DOC和DOCG 記住 你記住 DOCG一定是更好一點 那就簡單一點 不要特別再煩大家 那些事 其實最優質 以傳統方法釀造的Barolo 稍後會說 其實什麼叫傳統方法 的Barolo 其實是世界上最漫長熟成的紅酒 他最少說二三十年 走不掉的 分分鐘四十年才適合喝 我們叫做The Peak 那 又是那樣 其實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我都回答不了你 好 其實如果說最原始的做法 在意大利就會用一種 我們叫做斯諾文尼亞出產的橡木桶 來做熟成 即是你釀了酒之後 其實你不只是 不只是放在這裡 你擺也要找個地方擺 我們有分大桶和細桶 即是大的Barriques 和小Barriques 大的橡木桶 還要用斯諾文尼亞這種橡木 那 他用來做熟成 其實就是會 需要很長的時間 這種方法 我沒有記錯 以前的做法 以前Barolo的做法 用這樣的桶 這麼大桶 這麼大的桶 還有這種橡木 起碼是要年齡五年 即是在裡面猶五年 才再入瓶 或者再搞其他東西 現在會好一點 現在反而會因應不同的年份 所謂特定年份就是 其實那個Vintage是怎樣 Vintage是漂亮的Vintage 還是不漂亮的Vintage 每個酒莊 有他們自己的Wine Star 或者他們自己的Philosophy 即是他們的哲學 他們就會選擇 究竟是用斯諾文尼亞 一部份落斯諾文尼亞筒 一部份落 一部份落 法國醬木筒 去做熟成 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 真是說釀造方法 在釀造的過程中 我們用它叫Moceration Moceration 我們叫浸泡 當你的葡萄壓碎了 在汁液 即連皮 連汁 連肉浸在草上 究竟浸多久呢 在釀造最傳統的做法 以前其實大家沒有這麼先進的科技 那就是浸 浸它 浸多久呢 浸20至30天 即是說浸整個月 所以你可想而知 它這樣浸發 那個皮的浸泡 是有 有幾強橫 那你就會了解到 這種酒 為什麼可以這麼能夠沉泉 其實很大程度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個浸泡的時間很長 第二 就是用一些很大的木桶來做熟成 那 變成它相對地的味道 它會很… 它的骨架會很硬 令到它需要 做基礎人士的時候 即是 到它進了瓶 做塵船的時候 它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讓它在瓶裡面 或者在酒店裡面 慢慢熟成 那 所以就搞到 這個巴羅羅成為意大利酒王的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它可以熟四十年才喝 但是新派就不同了 新派就改用了新的法國做木桶 多數都是這樣的 新的法國做木桶會有多些雲尼拉的味道 它們會用一些新的 即是小的桶 做生化 同時 其實它們的浸泡時間 就短很多 但是它們用低溫浸泡法 其實大概浸七至十天 都算浸得少 也挺少 但是用28至30度 28至30度 叫低溫 即是較為低溫的浸泡法 自己想想 究竟去到高溫的時候會有多少 其實不會太高 7至10天 就是所謂現在 即是用來做新的布羅羅 其實這樣做的原因就是 令到它需要熟成的時間縮短 大家可以買一瓶酒 不用那麼慘 就要勾四十年才喝 現在勾十年 或者十五年便可以喝 這樣 如果說Rosa 浸皮的 即是我們稱為 浸皮的部分 大概是24 24小時 至36小時 可想而知 其實這些浸浸的東西 就真的不要浸太久 浸太久便會浸出來 好 白窩爐 它的味道複雜到是什麼 有玫瑰 又有朱古力 又有乾果 又有油加利 油加利即是Eucalyptus 即是樹熊很喜歡吃那些 下吃完會熔熔的那些 接著有些皮 對 皮 沒錯 我們有分牛皮 其實它是新鮮的皮 還是不新鮮的皮 甘草 有薄荷 有布林 有香料 有草莓 有煙草 有玫瑰 有白松露 有新鮮和乾的香草 有香草 我想而知 就是這樣浸泡 就弄到它有這麼多味道 白窩爐 另一個很大的特色 酒精度很高 其實一般的紅酒界 12.5% ABV 已經叫做高酒精 但在白窩爐的世界 12.5%是根據法例規定 最低的酒精度數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的 可能是15% ABV 或者以上 除了白窩爐這個產區之外 它還有幾個地方 都值得留意的 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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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a 這幾個地方 都是 都是 出產 比較優質的 白窩爐 那 講完白窩 嘻嘻 我們就講 酒王 講完酒王 當然是講酒後 對不對 酒後不是喝酒的酒後 是 意大利的酒後 它好一點 它在1966年 就已經是DOC 那 去到1980年 它就上了一級 就成為了DOCG Barberesco 其實也有一個 比較 慘痛的歷史 它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它是被冷落的 大家可能過分追捧Barolo 那個風格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意大利才重新正視 提供Barberesco 這個產區 它這種酒的性格 去到1960年代 就憑藉著兩間酒廠的出產 令到世界開始對Barberesco 有所認識 而且開始注意這個酒款 那Barberesco的最重要的三個產地 就是離不開Barberesco Nav和Trizzle 就是Barberesco 就是Barberesco 佔45%總生產量的地方 那 酒王和酒後的分別是什麼呢 其實一剛就一有 稱得為酒王 就是它夠大隻 夠健碩 夠爆 夠剛強 那很明顯 酒後Barberesco 就是一個對 就是不會 絕對是柔順 比較舒服 容易喝的類型 那它的酒的顏色 不會好像Barberesco 那麼深色 它的酒體比較輕盈 但是它一樣是 結構是很好的 很漂亮 會 香氣很好 因為 因為其實 都是從Labbiolo釀出來的 所以 既然Labbiolo可以釀到 那一堆香味的時候 很自然 這裡也會有很多香氣 那它會 容易攪拌一些 它通常 Barberesco 大概 十五年左右 已經去尾巴 所以 會比較容易喝 它的風格 是一些 我們叫做綿密 優雅的類型 就是 它是很幼滑 很細緻的 那個 味道 都複雜 香氣都複雜 但是它是相對 朋友很多 所以 它就是 意大利 紅酒 女性化的代表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再繼續說 Barberesco 還有其他特性 哈